警方在调查连环谋杀案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只见床上躺着一具干瘪的尸体 他的左手手掌被凶手残忍砍掉 并且全身布满了令人作呕的褥窗 而床头的墙壁上 赫然写着一个大大的单词拦堵 就在床边的纸盒里 探长米尔斯发现了一打照片 照片被按照日期永续排放 最早的一张刚好是一年前的今天 这是凶手拍下的一年内折磨被害者的全过程 而照片上最近的日期就在三天前 也就是第一起命案发生的那天 这时某个特警趁热闻一口湿臭味 怎料突然 这部黑色惊悚大师大卫分歧的代表作 讲述了一个智商超群的杀人犯 以暴食 贪婪 懒惰 淫欲 傲慢 嫉妒 愤怒七宗罪作为绝命图谱 精心设计了一场完美的连环杀人案 开启了犯罪悬疑题材电影新的高度 而其惊悚到令人窒息的意外结局 更是让该座成为结局是影片中的翘楚 故事开始极高能 星期一下雨的纽约城 公寓楼内发生了一期可怕的命案 一个体重800斤的大胖子 一头埋进大碗意大利面条中 他双手双脚被铁丝紧紧捆绑 后脑勺还有一块明显的瘀青 显然这是一起谋杀案 这时警探米尔斯注意到桌子底下有个铁桶 他趁热闻了闻 却瞬间被呕吐物的恶臭熏得头晕目眩 除此之外 现场没有发现有关凶手的任何线索 将尸体运回解剖室后 法医经过尸检发现死因竟是因为解剖致死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死者的整个胃部几乎已经被撑爆 从而导致体内大量出血而死 结合死者后脑勺有个枪口留下的原型瘀青来看 这是有人用枪顶住胖子的后脑勺 逼他一直吃东西直到被活活撑死为止 最终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是 胖子生前连续进食超过了12个小时 让老警探摩根更加在意的是 他在现场找到了两张超市发票 这就意味着凶手曾中途离开过 又去超市购买了食物让胖子进食 如果凶手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杀人 那他应该直接开枪杀死被害者 又何必大费周章这样折磨死者 摩根研判凶手这么做另有目的 所以他推测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果不其然 星期二又发生了一起新的命案 某个辩护律师惨死在办公室内 尼尔斯赶到现场时发现了一处诡异的地方 办公桌上照片中律师妻子的眼眶 被凶手用鲜血涂成了血红色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律师被人放干了全身血液而死 并且凶手还用死者的血液 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个单词 贪婪 当上司将这处关键细节告诉摩根时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但一心只想退休的摩根并未搭理上司 直到对方拿出一个装有碎片的瓶子 告诉摩根凶手强迫胖子将他吞下时 摩根又忍不住开始调查 于是他重返第一个命案现场 打开冰箱并未发现异常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发现地板上有冰箱挪动时留下的刮痕 而经过比对缺失的那一款 正好跟瓶子中的碎片吻合 显然是凶手在指引警方移动冰箱 果不其然 摩根在冰箱后面的墙上 发现了凶手刻下的单词 暴食 除此之外凶手还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失乐园中的一句话 摩根据此研判 七宗罪是凶手作案的绝命图谱 因此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五宗谋杀案 尽管不想卷入这宗连环谋杀案中 但摩根还是来到图书馆查阅 有关七宗罪的书籍 以便更能了解凶手的作案动机 结果在弹钉的著作审曲中发现 里面提到的七层炼狱正好对应了七宗罪 摩根将裂好的书单装进信封内 放在了米尔斯的办公桌上 时间来到了星期三 看到摩根为自己整理的书单 米尔斯却变得暴躁不已 上班时米尔斯的妻子 没穿裙子突然来点 但他要找的人却是摩根 原来摩根即将退休 而米尔斯从南方调来接替他的工作 初来乍到夫妻俩并没有结识到新朋友 为此没穿裙子邀请摩根到家里吃饭 摩根一向是个很难相处的怪人 但他并未拒绝没穿裙子的邀请 而通过这场气氛融洽的家宴 摩根和米尔斯逐渐改变了对彼此的看法 饭后两人重新梳理了一下案件 因为律师的事务所周一并没有上班 而尸体是在周二早上被发现 加上周末两天 米尔斯推测凶手在周五晚上潜入作案 并慢慢折磨了律师长达三天 根据被害者的死状来看 他的身体被捆绑而右手却被放开 并拿着一把屠夫用的刀子 旁边还有一个天瓶 上面正好放着一磅新鲜人肉 显然是凶手逼迫律师动手从自己身上割下 另外凶手在现场同样留下了一段文字 摩根研判凶手是以杀戮的方式在传道 并借上帝之名惩罚那些犯下七宗罪的人 这是米尔斯拿出律师妻子的那张照片 看过后摩根怀疑这是凶手留下的提示 或许律师妻子目之所及便是答案 两人立刻找到律师妻子 让她仔细观察案发现场的照片 结果律师妻子发现 丈夫办公室的一幅画被故意挂粉 于是两人立刻重返现场将那幅画取了下来 然而反复查看却并未发现任何线索 感觉被耍的米尔斯当即跳脚 但摩根笃定凶手一定留下了什么 或许凶手把提示藏在了画后面的墙上 于是摩根爬上桌子用刷子对着墙壁一耍 结果竟浮现出了几枚指纹 然而叫来指纹见证科后才发现 墙上的指纹竟排列成了一句话 救救我 根据指纹膨胀的样子来分析 见证科断定这些指纹不属于前两名受害者 而等时间来到星期四 指纹比对有了结果 重案组据此锁定了嫌犯维克多 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 维克多贩毒抢劫甚至袭警无恶不作 并且从小接受严苛的教育教育 更为重要的是 维克多当初被捕入狱后 为他辩护的人正是死于贪婪的那名律师 种种迹象表明 维克多就是两起命案的最大嫌疑人 然而看着维克多的资料 摩根却觉得他并不是警方要找的凶手 因为真正的凶手似乎有更深的目的 随后大批特警包围了一栋大楼 可当他们闯进维克多卧室掀开被子时 顿时是小刀扎屁股开了眼 接下来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于是重案组立马叫来救护车 将奄奄一息的维克多送往医院 而摩根和米尔斯也终于意识到 凶手之所以留下指纹线索 就是故意将他们引到这里 显然凶手是在挑衅并嘲笑警方的无能 这让暴脾气的米尔斯当即跳脚 偏偏这时一名记者擅闯犯罪现场 并对着米尔斯一顿狂拍 米尔斯裤裆里面打雷顿时急眼了 打掉记者的相机将他轰出了现场 米尔斯不明白记者为何会来得这么快 摩根说警局有人收钱卖消息给记者 因此两人并未过多在意这件事 与此同时医院通过检查发现 维克多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 这意味着维克多曾想自杀以求解脱 但通过血液测试医生又发现 维克多被凶手注射了大量药物 为的就是不让他痛痛快快地死去 医生研判维克多遭受了最剧烈的痛苦和折磨 因此不论在精神还是生理上 维克多基本和干尸没什么区别 警方也休想从他口中问出任何线索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摩根却接到了梅川裙子的电话 时间来到星期五早上 梅川裙子和摩根来到早餐店碰面 原来梅川裙子已经怀孕 但夫妻俩刚搬来这座新城市 面对全新的环境 梅尔斯刚刚起步 梅川裙子不想成为丈夫的累赘 因此他十分纠结要不要生下孩子 听完梅川裙子的苦恼 摩根给了他一个中肯的建议 摩根说完梅尔斯刚好来电 回到警局后 两人再次探讨起了案件 梅尔斯认为凶手就是一个纯粹的变态 但摩根觉得梅尔斯轻视了对手 凶手将维克多囚禁起来后 将他的手掌切下制造了指纹线索 最终引导警方找到维克多时 时间一天不差正好过去了整整一年 显然这一切都在凶手的计划之中 并且为了不被人提前发现 凶手还按时帮维克多交了房租 如此精力的安排 足以说明凶手诡计多端并且思维缜密 但年轻气盛的梅尔斯并不买账 这句话却让摩根脚踩电门茅测动开 既然凶手想要完成七宗罪杀人 那么在这之前 凶手势必会查阅有关七宗罪的书籍 于是两人立刻前往图书馆 试图通过相关书籍的借阅记录来锁定凶手 摩根打印了一份书单 接着找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位朋友 请他帮忙调查近期的借阅名单 原来为了监视群众的阅读习惯 联邦调查局会入侵全美图书馆系统 有些危险的书籍 比如涉及到核武器 联邦调查局会将其打上标记 一旦有人借阅记录便会上传到调查局 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 两人很快便拿到了那份借阅名单 并注意到了一个名叫乔多伊的嫌疑人 此人近期借阅了大量宗教和犯罪方面的书籍 于是两人敲响了乔多伊家的房门 却始终无人应答 可就在这时 走廊尽头却出现了一个身影 摩根健壮立马智慧米尔斯 谁知对方掏出手枪就是一顿突突突 随后便逃离了现场 暴脾气的米尔斯迅速拔枪追击 追到一条偏僻的巷子时 米尔斯贴着汽车搜索乔多伊的身影 不料却遭到对方偷袭 米尔斯的手枪被打落在地上 乔多伊举枪顶住他的脑袋 只要他轻轻扣动扳机 就能结束米尔斯的生命 怎料乔多伊并没有这么做 米尔斯这才看看躲过一劫 姗姗来迟的摩根找到米尔斯 两人重返乔多伊住处 暴怒的米尔斯想要闯进乔多伊家中 却遭到了摩根的阻拦 因为他们并没有拿到搜查力 但米尔斯还是一脚踹开房门 事后他买通一名路人充当目击者 让他在警方面前做假证 谎称看到凶手逃进了乔多伊的房间 因此他们才会破门而入 如此两人便顺理成章展开搜查 他们走进乔多伊的住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刑具 随后摩根又发现了一贯人体组织 正是维克多被凶手残忍砍掉的手掌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乔多伊的家中挂满了 折磨每个受害者的照片 显然他就是警方要找的变态凶手 然而让米尔斯和摩根怎么也没有想到 乔多伊竟是当初擅闯现场的那名记者 得知真相后摩根彻底愣住了 更加让他感到细思极恐的是 警方在房间中竟然没有找到任何指纹 并且房内摆满了凶手的犯罪笔记 数量净多达2000多本 而每一本大概有250页 就在米尔斯对此感到头疼时 乔多伊竟突然打来了电话 告知米尔斯因为今天的问题 他会调整他的犯罪时间表 一通挑衅和刺激之后便挂断了电话 两位警探此时还不知道这番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过摩根已经知道凶手的下的目标 因为他在墙上发现了一张皮具垫的收据 以及一名金发女人的照片 从女人的装扮来看似乎是粉红女郎 正好对应了七宗罪礼的淫语 然而警方的追查速度却跟不上乔多伊的犯罪脚步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 两人来到了收据上的狂野比尔皮具店 从皮具店老板口中得知 乔多伊两天前定制了一套奇怪的道具 就在这时一群警车呼啸而过 摩根也收到消息金发女人已经找到 等到两位警探赶到地下酒店时 只见房门上赫然刻着大大的单词淫欲 而金发女人已经惨死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一名男性客人 金发女人正是死在她的摧残之下 被带到警局侦讯时 男客人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是凶手用枪胁迫她戴上定制的特殊道具 强行和金发女人发生关系 结果活活刺死了金发女人 如此变态的手段 简直就是让人不寒而栗 时间来到星期天 警局进接到了乔多伊的报案 等到警方赶到现场时 只见一名模特惨死在床上 而凶手在床头的墙壁上 用死者的血液写下了单词 傲慢 凶手先切掉女人的鼻子 然后将她引以为傲的脸蛋 残忍的一片片切了下来 最后再用纱布将她包裹起来 死者左手紧握寻死的安眠药 右手却拿着求救的电话 显然凶手把选择权留给了女人 要么拨通电话选择活下来 这样毁容的事便会公诸于众 要么自行了断解除痛苦 最终女人选择了服药自杀 正如床头的那个单词一样 女人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生命 回到警局时 摩根决定推迟自己的退休计划 和米尔斯一起把案子办完再走 可就在两人走进警局时 一辆黄色出租车停在警局门口 某个浑身是血的男人从车上下来 紧随其后走进了纽约警局 这时大厅一位接线员告诉米尔斯 他的妻子曾打电话找她 焦头烂额的米尔斯并未过多在意 这是身后传来某人的声音 米尔斯慌忙拔枪 对准了浑身是血的乔多伊 面对青筋抱起的米尔斯 乔多伊却显得十分从容 他缓缓举起双手 十分优雅地把脸贴到地上 纽约警方迅速将他戴上手铐 却被对方满身的血液吓到了 而乔多伊却异常冷静 提出要见自己的律师 摩根和米尔斯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苦寻无果的变态凶手 竟堂而皇之地来警局自首 更加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乔多伊为了不留下指纹 竟把自己手指的皮肤生生切掉了 因此那天搜查他的公寓时 警方才会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指纹 不仅如此 通过全方面深入的背景调查 警方仅仅知道乔多伊很有钱 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除此之外便一无所知 心思如此缜密 摩根一点也不意外 他推测乔多伊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来自首 因为他还没完成七宗罪杀人 果不其然 乔多伊通过律师告诉警方 还有另外两具尸体被他藏了起来 他愿意带着警方去藏尸的地点 但只允许摩根和米尔斯一同随行 并且要在今天下午六点钟出发 只要警方同意他的特殊要求 乔多伊便会马上签署一份彻底认罪的声明 否则他将以精神病辩解脱罪 摩根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陷阱 但见证科从乔多伊衣服和指甲凤银 除了采集到他自己切手指留下的血迹 以及那个脸被切掉的女人的血以外 还有无法确定身份的第三者的血液 这就意味着乔多伊并没有撒谎 并且乔多伊通过律师胁迫警方 如果不同意他的特殊要求 那么乔多伊便会大做文章 向媒体爆料警方不关心被害者 况且只是押送一个手无寸体的人 最终警方答应了乔多伊的要求 可一种不安的恐惧在摩根心头生气 他隐隐感觉事情很不简单 接下来便进入到最关键的结局系 摩根和米尔斯的友情也达到了顶峰 两人甚至一起刮了胸毛 米尔斯还提到自己最近很晚回家 妻子没穿裙子老以为他出事了 这句话也为结局埋下了重要伏笔 准备出发前 对讲机监听设备以及防弹衣全副武装 似乎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此时摩根特意敲了敲自己的通讯设备 声音随后便响彻警局办公室 这就意味着在结局的对手戏中 主角团和反派说的每一句话 警局办公楼里的所有人都能听得见 这便有了一种公开审判的既视感 很快摩根和米尔斯便压着乔多伊前往藏室地点 而空中一辆直升机全程跟随 全副武装进行侦查掩护 一路上米尔斯喋喋不休 而乔多伊则在不断刺激着米尔斯 乔多伊告诉米尔斯 最后的精彩你绝对不会错过 当车子临近目的地时 乔多伊表现得愈加兴奋 乔多伊自诩他是被上帝选中的人 他辩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在惩罚那些犯下弃宗罪的人 而这将会引起人们的思考 激发人们去研究甚至是效仿 然而米尔斯反驳他只是个自大狂 痛斥乔多伊杀害的都是无辜之人 结果遭到乔多伊的强势反击 乔多伊进一步向米尔斯强调 面对乔多伊的贴连挑衅 尼尔斯瞬间恼羞成怒 尼尔斯的无能狂怒却让乔多伊更加兴奋 车子开到高架塔成群的戈壁处 最终目的地终于到了 但直升机却无法降落 这是乔多伊精心挑选的地方 为了换来他和米尔斯单独对峙的机会 此时车子缓缓停下 米尔斯和摩根先行下车 双人四目环顾四周 只见夕阳西下荒无人烟 四周只有高架塔和废旧的汽车 以及不远处躺着一条死狗 确认附近没有埋伏后 米尔斯让乔多伊下车 乔多伊此时还不忘嘲讽一番 乔多伊蔑视一切的悠然表情 让压抑的气氛逐渐递增 接着他开门见山 这时米尔斯插上一句话 乔多伊脑袋微微转向米尔斯 然后轻轻点头 随后带着两人朝荒漠方向前进 这时背景音乐急转而上 不远处突然出现一辆面包车 摩根顿感不妙立刻智慧米尔斯 米尔斯则持枪贺令乔多伊跪下 摩根让米尔斯看住乔多伊 自己则驾车去蓝亭面包车 此时乔多伊满脸期待 顺利将摩根支走 就等于支走了二人组的理性 面包车一路扬沉朝主角团开来 此刻一向冷静的摩根却朝天上开出一枪 顺利逼停面包车后 一名快递员双手抱头从车上下来 他说有人给了他五百美元 让他在七点钟时将包裹准时送到警探米尔斯手上 闻听此言摩根顿感不妙 随即回头看向乔多伊和米尔斯 在他的命令之下 快递员拿出包裹放在地上 随后直接汽车逃离了现场 而空中特警队立马高喊快找拆弹组 这其中暗含着另一层戏剧含义 狙击枪 对讲机 直升机 防弹衣以及拆弹部队 主角团装备越多却显得越无力 以此来凸显反派乔多伊掌控着局势 此时背景音乐戛然而止 近到连直升机的螺旋桨声音都听不见 摩根即将打开未知的包裹 这时被手枪指着脑袋的乔多伊 却反过来继续挑衅着米尔斯 摩根小心翼割开包裹 在盒子上发现了一处血迹 此时米尔斯焦急地看向画外 丝毫不知道自己才是接下来的主角 当摩根打开盒子时 瞬间被里面的东西吓到了 这时焦躁的背影越再次响起 摩根突然转身看向乔多伊和米尔斯 他终于明白了乔多伊的计划 摩根嘴唇颤抖地让直升机不要靠近 随后边跑边朝米尔斯大喊 这是凯文史拍戏全片最大的一个羊角拍摄 夕阳就在他的头顶 隐喻这场对峙中他占据着主导地位 此时摩根的声音从画外传来 但米尔斯还是一脸猛逼 直到乔多伊提到他的妻子没穿裙子 面对满脸疑惑的米尔斯 乔多伊轻描淡写交代了作案过程 奥斯卡影帝实至名归 尽管这段表演波澜不惊 却阴阳怪气极尽嘲讽 这是摩根上气不接下气的胆道 他极力劝阻米尔斯放下手枪 可乔多伊仍然持续挑衅 此时米尔斯才后知后觉妻子已经怀孕 而乔多伊却凝视着米尔斯 说出了整部电影最狠毒的一句嘲讽 这句话彻底击穿了米尔斯的灵魂 尽管代表理性的摩根已经回来 但米尔斯的理智已经被击碎 他知道不能开枪 所以他的表情痛苦内心极力挣扎 直到妻子的面容闪进他的脑海 米尔斯坚定地举起手枪 乔多伊却满足地闭上双眼 米尔斯将乔多伊一枪击毙 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了空中的特警队 可米尔斯却一口气打光了所有子弹 前面我们已经交代过 监听设备连着纽约警局 因此米尔斯开出的这一枪 既是对乔多伊犯下极度之罪 也是对米尔斯犯下暴怒之罪的公开审判 结果正如摩根所言 是乔多伊赢了 因为他完成了七宗罪杀人 整部影片向观众展现了世界最为阴暗的一面 就像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纽约城 灰暗 潮湿 肮脏 混乱 以及接连不断的命案 将美好光明的一面完全遮蔽 而米尔斯和妻子之间的爱情 尚且算作黑暗底色外的一束光线 恰如星期天傍晚夕阳的余晖 最终也将随着梅穿裙子的被杀而消失 那么人的出路又到底在哪里呢 大卫芬奇通过老景探摩根之口 援引了海明威的一句话作为结语 作为结局是影片中的翘楚 对于包裹里是不是装着梅穿裙子的头颅 导演大卫芬奇故意留白 但其实电影前面已经埋下了诸多伏笔 胖子因为自己的暴食 付出了肠胃和血管撑破致死的代价 律师贪得无厌赚黑心钱 最终被威尼斯商人式的黑色喜剧了一把 毒贩维克多懒惰成性 被囚禁成植物人折磨了一整年 因身心遭受了最剧烈的痛苦 就算狗活也和死了没什么区别 传播疾病的粉红女郎 在定制的皮具摧残下细血般的死去 而模特被毁容后还是选择了寻死的药品 最终因低不下傲慢的头颅而惨死 在前武装命案中 都是反派惩罚了他自认为有罪的人 直到被摩根和米尔斯闯进家里打乱了计划 这让反派不得不改变他的犯罪时间表 于是便有了那通挑衅的电话 反派当时没有选择杀掉米尔斯 就是已经想好了后面怎么完成七宗罪杀人 所以在前五宗罪行中 有罪者即是受害者 在形式上十分统一 可到了第六宗极度罪行时 有罪者是反派乔多伊 而受害者则是米尔斯的妻子 到了第七宗暴怒罪行时 有罪者是米尔斯 而受害者则是乔多伊 极度和暴怒两个罪行连在一起 形式上没有了前五宗罪行那么统一 但极度罪行的受害者没穿裙子 一样逃不过和其他受害者同样的命运 这是佐证没穿裙子已经遇害的关键点之一 其次是回到纽约警局时 一名接线员告诉米尔斯 他的妻子曾打电话找他 但焦头烂额的米尔斯并没有在意 并且在出发前往藏尸地点时 米尔斯提到过自己最近很晚回家 正是因为他忙于工作 才导致乔多伊有机可趁 前进他家杀害了梅穿裙子并带走头颅 所以乔多伊后面才会发出那般嘲讽 正是内涵米尔斯没有扮演好丈夫的角色 最后警员提到过见证科在乔多伊的指甲缝里 检测到了不知名的第三者的血液 加上后面摩根开箱时盒子上也残留着血迹 都充分暗示了梅穿裙子已经遇害